李大脑袋听到这里 虽然心中有些郁闷 不过脸上还是不敢表现出来 赶忙点头哈腰的答应着 镇长大人 您教训的是 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 您放心 女镇长这才点了点头 然后招了招手 让宋小宝走过来 宋小宝不知道 这个女人到底打算做什么 不过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根本就不可能逃避了 只能是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 镇长好 女人笑着点了点头 不过眼神当中 却多出了一份捉弄的意味 原本还想着要查一查 刚才在树林当中 偷看自己撒尿的那个年轻人 到底是哪个村子的 以后要给她个教训 没有想到老天爷还真的是帮忙 刚刚来到这个村子不久 就发现了这个家伙的行踪 所以这一次说什么 也都不能放过 听说你们家里比较困难 而且在此之前 欠了不少的债 对吗 你镇长说起话来的时候 还是比较和气的 只不过听在宋小宝的耳朵里面去 分外的别扭 那都是几天前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家不欠任何人的钱 而且经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日子会变得更好 不需要镇长多操心 宋小宝的语气有些不太好 宇镇长脸色立刻拉了下来 旁边的村长抬手就准备打 不过最终又慢慢地放了下来 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这个小子 人家镇长好不容易来了一趟 就是为了解决咱们村子扶贫的这件事情 你可别太嚣张了 回头我饶不了你 宋小宝挑了挑眉毛 接过话头 扶贫当然是好事情了 就怕像以前的那镇长一样 光说话不办实事 每一次来都得劳民伤财地招待 不知道这一次镇长要在村子里面吃饭才走吗 女镇长被宋小宝接连地抢白了几句 已经是有些挂个住了 不过自己毕竟是一阵支掌 不能够有失身份 于是就冷哼了一声 说道 以前的那些官员们 怎样我不知道 但是我保证以后 绝对会实心实意地帮助村民们 解决最重要的问题 而且我也非常反对扑张浪费 今天晚上的晚饭 就去你家里吃好了 你们家里吃什么 我就跟着吃什么 而且我可以给你们饭费 女镇长这一席话 让宋小宝心中暗自叫苦 看来这个女人 还真的是打算要跟自己过不去了 跑到自己家里面吃饭 这不摆明了是难为自己吗 万一一个伺候不好 把这个女人给得罪了 回头李大脑袋 肯定是要给自己小鞋穿的 刚过了几天太平日子 没想到遇到了这么个祸害 让宋小宝郁闷不已 李大脑袋也没有想到 这个镇长居然会有这样的举动 原本还想着今天晚上 接到自己的家里面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拉拢一下关系 以后自己有个什么大事 小情的也都能够指引一下 每任镇长上任的时候 都会到附近的村子里面 留宿几晚 为的就是表明自己亲眠爱民 但是以前的几人镇长 都是借助这个机会吃拿卡药 根本就不是什么 为老百姓办事事 但是既然女人都已经这么说了 李大脑袋也不敢劝 只能是不停地狠狠瞪着宋小宝 镇长愿意去你家吃饭 但是看得起你 还不赶快回家准备准备 女镇长听到这里 又有些不太高兴了 瞪了李大山一眼 说道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我来这里可不是要吃你们的 喝你们的 晚上你们家吃什么 我就跟着吃什么就行 宋小宝立刻撇了撇嘴 说道 平常的时候 我们家晚上都是喝粥 吃点小咸菜就行了 不知道镇长大人能吃的习惯吗 这明显就是 在给女人难堪 虽然宋小宝家里的情况不怎么好 不过前一阵子去了一趟城里 也算是剩下了点钱 最近几天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并没有说得那么惨 然而 女人却并没有生气 没有问题 吃一次农家饭 我觉得挺好的 于是 这件事情也就定了下来 女镇长知道 现在身边有这么多人陪着 根本就没有机会 好好地教训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流氓 等到自己去他家吃饭的时候 再借机好好地说道说道 至少也要让这小子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 只是女镇长没有想到 宋小宝居然是独自一个人住的 她的父母最近几天去亲戚家帮忙了 都没有回来过 所以 女人推门走进宋小宝家院子的时候 有些惊讶 同时也有些后悔 自己身为一个女人 如果大晚上地住在宋小宝的家里面 好像是有些不太妥当 原本以为宋小宝的父母在家 自己在这里吃一顿饭 借这个机会 好好地教训一下这个小子 顺便留宿一晚 明天就回去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只有这个少年 独自一个人在家 接下来的气氛 好像就有些尴尬了 想到这里 女人有些要改变主意的意思 然而宋小宝却站在院子里面 撇了撇嘴 说道 镇长大人大驾光临 真是彭壁生辉啊 我这就给您准备饭去 感情这小子 到现在为止还没做饭呢 自从从湖边回来之后 宋小宝就一直在担心 这个女人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自己 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还真的来到了自己家里面 也幸亏身边并没有跟着其他人 不然的话 自己还真的是难以应付 但是现在 这女人自己一个人来了 自己的地盘 也没有必要怕谁 女人听到宋小宝这么一说 心动有气 立刻就打定了主意 不管怎么样 今天晚上都要留在这里找机会 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小子 就这样 女人来到了宋小宝住的房子里面 这个时候 宋小宝正熟练无比的心理做饭 看到宋小宝熟练至极的样子 很明显 没少干过这样的工作 女人觉得自己 好像对这个少年又不是特别的了解 平常的时候 你经常做饭吗 女人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我六岁就会做饭了 宋小宝一边熟练之极地翻炒着锅里面的小菜 一边随意地回答着 并没有什么炫耀的成分 但是在旁边的女人耳朵当中听来 却似乎是有些不可思议 看宋小宝的样子 并不像是在欺骗自己 女人不由地感慨 这乡下地方的确和城里有着极大的不同 城里六岁的孩子被父母当成了宝 在手心里面供着 哪里会舍得让孩子做家务 得知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女人对于宋小宝的印象稍微改观了些许 尤其是看到宋小宝做菜的熟练样子 似乎并不逊色于饭店里的厨师 而且随着宋小宝熟练之极地翻炒锅里面的那些菜肴 就如同是听话的精灵一般 非常服贴地落在锅里面 然后一次又一次地飞上半空 仅仅是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一锅香吞吞的米饭被揭开 随后桌子上也摆了两个小菜 外加一碗汤 所以说都只是简单的农家小炒 当然是传来的 这股的香味却让女阵长食欲大动 可以开饭了吗 女人已经完全地忘记了 之前在树林当中被偷看得不愉快 兴冲冲地自己成了一大碗的米饭 宋小宝觉得心中好像眼前的这个女人 就好像是一辈子没吃过饭似的 不过还是轻轻地嗡了一声 慢慢地给自己盛饭 女人迫不及待地伸筷子 就加了一小块的西红柿炒蛋 入口之后立刻觉得爽滑无比 而且那股香味根本就不是西红柿所具有的 怎么这么好吃啊 你在这些菜里面都放了什么东西 女人同时又吃了旁边的青椒炒茄丝 感觉青椒配上茄丝 料到颠好 而且既不油腻 也没有寡淡无味 简直是大厨师的水准 随后女人又拿起汤勺 咬了一碗腌好的鲸鱼熬制成的鱼汤 咕咚咕咚地将一碗汤喝得干干净净 爽快地吐出了一口气 你这手艺到底是跟谁学的 女人一边往嘴里面填着菜 扒着米饭 一边问着 没人叫我 都是我自己摸索的 平常父母干农活的时候 我就负责做饭 其实宋小宝说的也并不对 因为宋小宝在这些食物里面 都是多多少少的 放了几位药材 这可是宋小宝的独门绝活 当然不能够随意地告知别人 尤其是眼前这个 明显是故意来找茬的女镇长 看着狼吞虎咽的女人 宋小宝突然之间想到了 不久之前来到自己家里 同样也是吃的 几乎把舌头都要吞掉了的孙小红 宋小宝不由的一阵失神 最近这几天 宋小宝都尽量地不去回忆 两个人之间发生的种种事情 可是现在触景生情 又是不免的一阵心中感慨 其实说实话 宋小宝对那个女人 还是带着些许别样的情绪 尤其是和那女人之间 有过的些许暧昧情节 更是让宋小宝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忍不住细细的品味 想着想着 宋小宝的眼神就有些呆愣 手里的碗筷举在了半空 没有动弹 女镇长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 原本吃的这么好吃的东西 对于宋小宝的印象 已经是略微改观了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乡下的少年 依旧还是一个流氓 想到这里 女镇长立刻啪的一声 把筷子拍在了桌子上 吓得宋小宝 差点把碗都掉在了地上 你干嘛呀 宋小宝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脸上的神情有些怒意 你小小年纪 怎么就不学好 先是在树林里面偷看我 现在居然又盯着我看 您别自作多情好不好 我根本就没有偷看你 刚才在想事情 而且你也不是长得国色天香 谁嫌的没事 会故意的偷看你 宋小宝这么一说 女镇长脸上立刻就挂不住了 立刻板起脸来训斥 你现在还敢对我人身攻击 知不知道 我可是女镇长 你偷看就是看了 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不敢当吗 说到这里 女人仿佛是示威一样 想到这里 女镇长突然有一种负罪感 自己虽然已经离婚多年 但是刚才明明让这少年 给偷看了 为什么心里头 居然还有些许的期待呢 你的父母什么时候回来 我要和他们 好好地聊一聊 你的问题 从小就这样子 长大了 那还得了 女镇长立刻把自己 当领导的那一套 给搬了出来 想要好好地 吓唬一下宋小宝 毕竟自己这一次来 就是要让这个年轻人 知道知道教训 既然人家的父母不在家 那我也就只能是空口地吓唬 却不料 宋小宝根本就没有在乎 而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的父母去亲戚家里 帮着弹农活 收庄稼去了 估计这几天都不会回来 难道你还要赖在我家里 一直住到那个时候吗 女镇长被宋小宝这么一数落 突然之间觉得没词了 瞪了宋小宝一眼之后 又赶快拿起碗筷 把桌子上剩下的几个菜 全部都给吃得一干二净 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甚至把那一碗汤里面的鱼 也都捞出来吃了 把汤喝了个清清爽爽 坐在对面的宋小宝 举着个碗筷都看傻了 等到女人心满意足地 把碗筷放下 打了一个宝格之后 就才有些不满地嘟囔了一句 还说自己不是来吃饭的 女镇长有些不好意思了 毕竟自己把桌子上的菜都给吃干净了 而且还吃了小半盘的米饭 想了一会儿 立刻从自己的身上想要摸出钱来 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钱包 居然是忘了带 脸色有些微红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宋小宝却在旁边又说了一句 别装模作样了 我也没惦记着要送你的钱 我们乡下人不像你们城里人 这么精于算计 你这家伙怎么跟我说话呢 好歹我也是这个镇子上的镇长 我今天只不过是忘了带钱包而已 下一次我来你们村子的时候 一定把钱给补上 绝对不会亏欠你的 女人气鼓鼓地说着 然而宋小宝却并没有在意 三两口吃掉了碗里面的白米饭之后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感觉还挺饿 对不起啊 我觉得太好吃了 所以没给你留 女人又有些不太好意思起来 突然之间感觉自己好像是变了的人 以前不管是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还是在自己的下属面前 都是一副雷厉风行的样子 从来不像今天换的换师 然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眼前这个少年引起的 宋小宝收拾好了碗筷之后 就在桌子上一下一下地刻起了 前几天弄回来的竹子 旁边的屋子里面还放着自己炼制好的药膏 用自己刻出来的竹筒 装了些药膏送给春花姐 对方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想到这里 宋小宝的脸上不由地献出起了一抹笑意 而且课的时候非常认真 旁边的女人看到宋小宝这一副专注的样子 突然之间发现眼前这个少年 仿佛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恶劣 除了一双眼睛 其他的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况且男孩子到了这个年纪都是有那种冲动的 女人觉得自己今天好像是太容易动怒了 好像是要来生理期了 于是就想着好好地缓解一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你这是给女朋友刻的吧 看你脸上的表情好像很甜蜜啊 宋小宝听到女人这么一说 对女人的敌意也已经是消散了不少 而且递进人家是个阵仗 自己也不能太过于得罪 于是就微红着脸答应了一声 是的 女人听到这里 莫名其妙地感觉到有些失落 也不知道自己今天究竟是怎么了 不过还是饶有兴致地又问了一句 这个盒子磕完了之后是用来装什么的 宋小宝听到这里 转身回到了旁边的屋子当中 拿出了那个药罐 里面是香味扑鼻的黑色的药膏 女人见到里面黑色的药膏 先是皱了皱眉 不过随后闻到里面淡淡的草药香味 立刻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问道 这是什么呀 怎么这么香是好吃的吗 宋小宝美好气地 白了这个女人一眼 有些无语地说道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 真是个吃货 女人一听 立刻沉露地伸起手来 想要在宋小宝的脑袋上谈一下 不过宋小宝却非常灵巧地躲开了 你才是个吃货 怎么能这样跟长辈说话 女人这一次板起了脸 却并没有拿自己的身份 是镇长说事 宋小宝一愣不过 随后也就释然了 由此看来 眼前这个女人 也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 那么爱摆架子 这才仅仅相处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两个人之间的隔阂 已经是消除了不少 不是吃的 那到底是什么 女人像个好奇宝宝一般 搬着椅子来到了宋小宝的身边 看向了药罐里面黑乎乎的东西 宋小宝闻到了女人身上 传来的那种独特的香味 而且女人的身体 有意无意地碰到了自己 宋小宝呼吸立刻急促了起来 这个是抹在脸上的 有美容去搬补水的效果 长期使用的话 能让皮肤变得紧致 治疗雀斑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宋小宝简单地说了几个这种药膏的作用 其实药膏的真正作用还远不止于此 只不过此时此刻 并不想让这个女人觉得自己是在吹牛而已 吹牛的吧 这种黑乎乎的药膏抹在脸上 还能有这种效果 女人果然不太相信 忍不住地嘲讽起来 说女人头发长剑是短 可真的是一点没错 宋小宝和女人之间 渐渐地熟悉起来 没有想到 说话也开始随便了 连自己都有些后悔 随后捂住嘴 有些尴尬 你个臭小子 再说这种话 看我不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父母 女人称怪地抬起了手 不过并没有拍下去 而是拿起了旁边的铲子 挑起了一小块黑乎乎的药膏 疑惑地说道 难道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看着女人急切的眼神 宋小宝心里头又是一阵好笑 到底还是一个女人 不管是普通女人 还是女阵长 一听说 能够对皮肤起到紧致去皱纹 美白的效果 立刻就郁郁郁诗 要不你试试 宋小宝只不过是随口一说 却没有料到 女人还真是不客气的 直接伸手挑起了一小块 非常仔细地在自己的额头鼻尖 以及塞帮子上点了几下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变成了一张包公脸 宋小宝在旁边 看了一阵好笑 你这个家伙笑什么 没见过女人做面膜吗 女阵长美好气地称怪了一句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早就已经不像刚才那般僵硬 毕竟女阵长原本就不是什么刁蛮 喜欢摆架子的人 只不过白天的时候 平白无故地被宋小宝看了个干淡净净 心里头觉得有些不服气而已 抹上了宋小宝调制好的药膏之后 女人觉得自己的脸清清凉凉的 尤其是在这温热的天气当中 更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爽 而且女人能够感觉到 好像是有着一丝丝的气息 迅速地渗入到了自己的皮肤当中 感觉着一层黑色的药膏 就像是拥有生命一般 大概要坚持多长时间 女人问道 宋小宝原本想要说十几分钟 但是后来又忍不住地开起了玩笑 那要看你了 你什么时候觉得舒服了 就可以结束了 这句话一语双关 这一下子直接让女阵长脸老红了 不过幸亏脸上抹了厚厚的一层黑药膏 不然的话还真的是窘迫万分 女阵长假装没有听懂宋小宝调侃的意味 不过心里面却当样起了一丝别样的情绪 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代 自己又和自己心爱的男人坐在一起 说着情话 想到这里 女人赶快止住了自己的思绪 因为她害怕自己会深陷其中 难以自拔 宋小宝在旁边看得有些奇怪 你不舒服吗 是不是这要高有副作用 宋小宝纳闷地问了一句 女人的身子一僵 立刻把自己的两条腿微微地分开了 然后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 解释道 没事儿 没事儿 我只是觉得有点热 当时几分钟过后 女人把脸上的那一层药膏接下来的时候 立刻急切地问宋小宝自己的脸怎么样 宋小宝定睛看过去 发现女人的脸比刚才的时候白洗水嫩了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吕镇长在村子里面视察了一圈 脸晒得微微有些发红发干 但是现在不仅白皙如初 而且原本眼角细腻的鱼尾纹已经是消失不见了 看上去就如同是青春少女一般 由于知道自己说什么也都是白搭 所以宋小宝直接到屋子里面 取出了家里唯一的一面镜子 放到了女人的面前 借着微弱的灯光 女人看到镜子里面自己的脸 直接惊呆了 这还是原来的自己嘛 自己脸上的皱纹不见了 那些原本被化妆品遮掩起来的色素沉淀和斑点也都消失不见了 看上去真的就好像是回到了十五六岁的那个年纪 皮肤不仅吹痰可破 而且还隐隐地带着些许的香味 也就是刚才的那种药香 真的是太神奇了 这种药膏你是怎么弄的 是自己做的吗 女人惊奇地看向宋小宝 已经是把眼前的这个少年当成了世界上顶级的制药师 这只不过是我最近研制出来的一种小玩意而已 不过现在看上来效果还不错 女人一听到这里 立刻有些称怪地说了一句 你这个家伙原来拿我当试验品啊 我不高兴 而且作为对我的补偿 你要把这些药膏都给我才行 这个女人还真是老是不客气 居然直接指了指旁边药炉里面的那些黑色的药膏 表示自己照单全收了 而且让宋小宝把手里面刻着的那个盒子也送给自己 宋小宝有些郁闷 没有想到这个女镇长居然是动手开抢了 刚准备解释自己这药膏是送给别人的 却见女镇长直接从自己手里面 抢过了那个刚刚雕刻完成的镯子 兴致勃勃地把玩了起来 宋小宝叹了口气 看样子只有明天再去采一些草药回来 给春花姐重新熬制的 看到宋小宝答应了女人 立刻高兴地让宋小宝赶快把那些黑色的药膏 都盛在盒子里面 宋小宝无奈 只能是慢慢地将药炉当中的药膏 小心翼翼地挑起来 涂抹到桌子里面 整个过程当中 三十多岁的女镇长 就好像是一个快要得到新玩具的女孩子一般 抓住了宋小宝的胳膊 轻轻地晃动着 期待着 宋小宝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有了变化 因为这女人抓着自己的胳膊 自然是难以把持 女镇长并没有留意到宋小宝的异常 不断地催促着宋小宝要把那些药膏一点不剩的都弄到竹筒里面 直到女镇长眼光慢慢地移到了桌子下面的时候 这才发现 女镇长的脸直接红到了脖子根 不过却忍不住地多看了一眼 同时心里头暗中纳闷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瘦瘦的 为什么如此的雄壮 宋小宝总算是装了满满一盒的黑色药膏 然后盖上盖子 递到了女人的面前 女人的眼睛立刻从宋小宝身上一开 随后换天洗地地接过药膏 居然是甜甜地说了一声 谢谢 就这一声 让宋小宝觉得 刚才的这一番劳动都是物有所值的 此时此刻的女镇长已经没有了 刚见面时候的那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反而变得如同是一个小女人一般乖巧 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这样高功效好的缘故 否则的话 这女人绝对不可能对自己这么好言好语 时间不早了 赶紧睡觉吧 宋小宝实在是太难受了 再也不敢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生怕自己出了丑 再惹这个女人不高兴 自己好不容易做到这一步 可不能够白白浪费 女镇长有些依依不舍地站起身来 今天你就睡在这炕上吧 我给你拿一床比较新的褥子 乡下地方没你们城里那么讲究 希望你不要介意 宋小宝嘴里头客套着 给女人搬去了两床被褥 女人在旁边看着宋小宝 熟练至极地给自己扑得服服贴贴 突然之间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自己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受到这样的照顾和呵护了 我的家里没有电视 你走了一天应该也累了吧 早点休息 到了这个时候 宋小宝对于这个女人的厌恶 也早就已经是荡然无存 心里都多多少少地带着些许的愧疚 说话也客气了很多 谢谢你 女人答应了一声之后就准备洗脚睡觉 然而下腰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身上肌肉一阵酸疼 忍不住挨诱了一声 你怎么了 宋小宝放下了收音机 走过去问了一句 可能是因为我很长时间没走这么远的路 所以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女人微微皱着眉头 一副痛苦的样子 这很正常 你们城里人自然是很少回来到我们乡村这种地方走动 走了大半天 血液都聚集在了肌肉当中 到了晚上就立刻开始疼了 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 我给你按摩一下 效果很好的 宋小宝只是随口一说 却没有想到女人还当了针 瞪着漂亮的眼睛问了一句 你还会按摩呀 我听你们村长说你平常只是给牲扣看病的 想不到你会的东西还不少 听到这里 宋小宝忍不住地骂了一句 那个李大脑的知道什么呀 我不仅给畜生看病 平常村子里面的人有个头头脑热的 都是我给治 听到这里 女人更加惊讶 而且不等宋小宝说什么 就已经躺好了 宋小宝的脸色有些微红 红着脸走到了女人的身后 宋小宝搓热了自己的双手 然后搭在了女人的肩膀上 轻轻地按摩 宋小宝这种按摩的手法 可并不是自己胡乱摸索出来的 那一套天书当中 也记载了些许这样的手段 而且再加上宋小宝在按摩的时候 不知不觉地加入了些许的内力 灌注到了女人的肩膀当中 立刻就让女人肩膀酸痛的症状缓解 并且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想不到你做饭的手艺好 按摩的手艺也更棒 实在是太舒服了 女人微微地闭起了眼睛 感觉自己这一身的疲惫 都在宋小宝的按摩之下 得到了缓解 而且渐渐地 居然有一种非常异样的感觉 就好像是自己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想到这里 女人不由地心中一阵暗自责怪自己 是不是想法太邪恶了一些 这只不过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而已 而自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又怎么能够在这种时候 有这样邪恶的想法 宋小宝原本并没有杂念 但是在按摩的过程当中 闻到了女人身上的香气 立刻有些心缘一麻起来 你怎么停下了 女人娇羞地问了一句 宋小宝胡乱地答应了一声 再一次把手给按了上去 这一次 两个人都如同像是触电了一般 不由地一阵振战 宋小宝不知道女人在想什么 但是自己心里头 却已经开始不断地脑补 各种各样画面 想着想着 手上的动作不由自主地 就向下滑了过去 女人惊叫了一声 有些称怪地拍了一下宋小宝的手 好好按摩 宋小宝立刻红着脸 连声道歉 对不起啊镇长 你的皮肤实在是太滑了 我不小心的 女人听完之后 又气又觉得好笑 忍不住地笑骂道 你占便宜就占便宜吧 还找这么冠脸堂皇的借口 对女人这么一说 宋小宝的胆子 渐渐大了起来 就在这连番的挑逗当中 女人已经是渐渐地受不了了 于是就赶紧喊停 我的腿也很酸 不如你给我按按小腿吧 宋小宝有些失望地 暗中叹了口气 把手从女人的肩膀上 恋恋不舍地挪开 女人赶快把自己的衬衫 又给穿了上去 连也是通红的一片 宋小宝搬来一张小凳子 坐在了女人的对面 女人把一只脚 微微地翘起来 放在了宋小宝的膝盖上 虽然看上去亮丽光鲜 但其实应该内心是比较苦闷的 否则的话 也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气色 看上去皮肤很好 但是在敷面膜之前 脸上却有些暗淡无光 宋小宝得寸进尺 继续把手往上摸 女人的小腿 由于走了大半天的山路 早就已经是疲惫不堪 被摸了两下 立刻舒缓了很多 带来一阵极为舒爽的感觉 女人也想让宋小宝 给自己彻底地放松一下 按照女人原本的想法 这个宋小宝 只不过是一个半大的孩子 而且在自己面前 也是一个医生 自己都三十岁的人了 没有必要在一个孩子的面前害羞 所以也就大大方方的 到那里就可以了 女人赶紧喊停 因为心里很清楚 如果过了戒的话 自己未必能够把持得住 宋小宝也只能是停止的动作 又换了另外的一条腿 从脚趾一直按摩到了小腿 女人已经是渐渐地感觉到 一阵困意袭来 毕竟宋小宝按得实在是太舒服了 宋小宝一看女人连打喝钱 而自己也已经是偷看得差不多了 于是就站起身来 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明天早上起来 你就会完全地恢复了 不会有任何的肌肉酸痛 女人恋恋不舍地目送宋小宝 离开自己的房间 轻叹了一声之后 站起身来 果然发现轻快了不少 躺在了宋小宝亲自扑的被褥之上 女人甚至都能够感受到 宋小宝身上散发出来的 那股少年独有的男人味道 想到这里女人无限遐想起来 甚至忍不住地把手伸进了被子里面 不过女人很快又产生了一种极度的负罪感 赶快制止了自己这种想法 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 为什么今天会在这种地方产生这种念头 女人喃喃自语着 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而另外一边 宋小宝也是憋得满脸通红 想着要不要偷偷地跑去春花姐的家里面 好好地享受一番 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轻轻地敲门的声音 宋小宝立刻警觉起来 两步跑到了院子里面 轻声地问了一句 谁呀 外面居然传来了春花姐的声音 你这小子说好了去找我的 怎么不去呀 宋小宝一阵心花怒放 做贼似的 亲手亲脚地把门打开 然后做了一个不要大声说话的手势 去你家再说 春花姐心花怒放地 直接拉着宋小宝的胳膊 一扭一扭地向自己家走去 现在这个时候都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 村子里面的村民睡得都比较早 而且今天晚上也没什么月光 根本就不用害怕被别人看见 你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 听说镇子上来了的大奔 去你家了 春花姐的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 宋小宝一五一十地 把女镇长去自己家里面住一宿的事情说了出来 当然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都没有提 这女人安得啥心呀 你一个黄花大小伙子 一个人在家 他都敢住在你家里 我看是存心不良吧 春花姐有些醋意地说着 毕竟这宋小宝现在已经是自己的心上人了 一听说宋小宝和一个城里来的女人 在家里过了半个晚上 自然不是滋味 宋小宝笑嘻嘻地走过去 一把搂住春花姐 狠狠地亲了一大口 你这是吃醋了吗 人家只不过是想要来乡下体验一下生活 表示自己是政府的好官员而已 明天早上就离开了 而且早早地就已经睡觉了 走了一天的山路都累坏了 听到这里 春花姐才缓和了情绪 依偎在了宋小宝的怀里面 你不是说要给我整什么美容药膏吗 我可是等了好几天了 你这小子甚至又骗我 宋小宝听到这里 不由得一阵皱眉 自己的确是把药膏做出来了 但是被女镇长给抢走了 放心 明天我就去采药 给你好好的熬一波 宋小宝原本就有些心浮气躁 所以也就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工作 人们以为平静的夜晚就可以这样度过 但是宋小宝刚刚完成了第一次的冲锋 和春花姐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 突然之间听到外面传来了一声女人的尖叫 而且声音的来源好像是自己的家里面 宋小宝立刻听得出来 那是女镇长的声音 不敢有任何的耽搁 直接抓起衣服就跑了出去 春花姐在后背忍不住一阵笑马 也不知道那女人长个啥样 就叫唤了一声 看把你给急的 宋小宝心急火了地冲进了自家院子 发现屋子里面亮着灯 并没有任何的动静 宋小宝赶紧问了一声 怎么了 有老鼠 女人的声音颤抖 此时此刻正蜷缩在炕上等到宋小宝冲进去的时候 直接扑到了宋小宝的怀里面 你家炕上怎么有老鼠 而且好几只 宋小宝一听就乐了 这是农村 当然有老鼠了 好像那个孙小宝来到自己家里的时候 也被老鼠给吓过 不过一看怀里面女人的状况 宋小宝的脑袋嗡的一下 女镇长突然意识到 又尖叫了一声 从宋小宝的怀里面挣脱 跑到了炕上 抓起了一张被子 围在了自己身上 宋小宝只能是把被褥抖了两遍 女人这才心惊胆战地坐了下来 不过却再也不敢睡觉了 要不你陪我吧 女人说完之后 又觉得有些不妥 赶快改口 我的意思是你睡那一头 我睡这一头 咱们两个互不干涉 刚才我被那几只老鼠给吓坏了 宋小宝有心拒绝 毕竟春花姐那里 还等着自己去耕耘呢 但是眼前这位可是镇长 还是一个漂亮的女镇长 提出这样的要求 拒绝的话也是有些艰难的 况且一想到 和这女人睡在一张炕上 虽然不是一张被窝 不过却也是非常的刺激了 宋小宝扭扭捏捏地推辞了几遍之后 勉强地答应了下来 跑到另一个房间 抱来了一张被子 直接就在墙的另外一边躺下了 你刚才好像没在家呀 我听到声音你好像是从院子外面跑过来的 女人被这么一下 似乎是有些睡不着了 跟宋小宝聊起了天 我刚才也是热的 有些睡不着 所以到外面溜达了一圈 恰巧听到你喊了一声 所以就火急火燎地跑回来了 真是对不起呀 我在城里住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耗子 能够跑到家里来 这东西实在是太恶心了 女人有些歉意地说着 没关系 我们乡下人都习惯了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说着说着 女人开始问宋小宝有没有女朋友 为什么没有去读大学之类的问题 宋小宝有些伤感 简单地说了一下自己的遭遇 女人不由得一阵唏嘘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 居然已经是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 不过你炒菜这么香 而且按摩的手艺这么好 为什么不到城里发展呢 总比守在这个小山村里要好得多 宋小宝在黑暗当中叹了口气 磨出香烟 点着了一颗 我如果离开了 就不能经常回家 爸妈会想我的 而且他们两个人在村子里 如果被人欺负怎么办 听到这里 女人沉默了 毕竟宋小宝说的也没有错 今天 在林子里的时候 我真的不是故意偷看的 原本我就在林子里 听到你们说话的声音 所以才 宋小宝准备对今天在林子里的事情道歉 却不料 女人有些娇羞地说道 你就别再提这件事情了 我都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毕竟我也有过错 应该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的 两个人都是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宋小宝期待当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因为女人只是和自己隔着半个亢在聊天 一直聊到两个人都睡着 第二天一大早 女镇长刚刚起床 就被村长扯着嗓子在外面喊了出去 也幸亏一大早的时候 宋小宝也是穿戴得当 不然的话 还真的会引起别人的误会 这小子家里条件差 您能住的习惯吗 村长背着手 谄媚地问道 还可以 反正我就是来这里体验民情的 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给你们村子制定扶贫方案的事情 我会尽快解决 你这个村长也要抓紧督促村民们 多想办法 女人和村长说话 李大脑袋一边点头哈腰地答应着 一边安排人送女人离开 一直等到镇长离开了之后 宋小宝这才想起来 自己和李雪梅还有约定呢 总跑到林子里去也不是个办法 早晚会被人给发现的 宋小宝嘴里都嘟囔着 不过自己有把柄 在那个女人手里面 也不能不去 来到林子里面之后 李雪梅今天居然还没有来 宋小宝觉得有些纳闷 同时也有些无聊 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怎么睡觉 所以困一袭来 直接就躺倒在了大石头上睡觉 睡着了之后 不由自主地梦到了 自己和春花姐在床上缠绵时候的情景 而且突然之间 春花姐的脸变成了阵掌的脸 这可把宋小宝吓了一跳 然而很快 宋小宝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了 随后自梦中惊醒过来 立刻面红耳赤 自己正捧着一个女人的手 上面还流着自己的口水 而脸色涨红的李雪梅 正正地站在自己的旁边 你啥时候来的 宋小宝赶快松开了女孩子的手 一咕噜从大石头上爬了起来 宋小宝心脏扑通扑通的 一个劲地乱跳 幸亏自己惊醒得早 不然的话 万一做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可就完蛋了 毕竟眼前这个李雪梅 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果然 女人看到宋小宝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立刻把自己的手上的口水 擦了擦条笑着问道 你刚才是做梦干那啥了 把人家的手都快要啃脱了皮 宋小宝脸红红的 只能是不住的辩解 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的思想怎么这么肮脏 我刚才只不过是 做梦啃了一只大猪蹄而已 而且还有点闲 找死啊你 居然敢说我的手是猪蹄 女孩子有些生气的抬手欲打 宋小宝赶快笑脸相迎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 盯紧按摩吧 昨天感觉咋样 有没有进展 一听到这里 李雪梅的手立刻放了下来 随后惊喜地说道 你这法子还真的挺灵 我觉得用不了多长时间 肯定能超过李彬彬 李雪梅这么一说 宋小宝就放下了心来 李雪梅虽然早就已经是习惯了宋小宝这样的动作 不过还是忍不住地红着脸 轻轻地捶打了一下宋小宝 昨天晚上 你家里住了个女人 你没干什么坏事情吧 李雪梅盯着宋小宝的眼睛 问出了这样一句话 宋小宝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动作 尴尬地干咳咳了两声 这件事情你也知道了 那个镇长非要说是体验什么乡村生活 直接就住到我家里来了 人家可是大镇长啊 我能干啥 当然是好茶好饭地伺候着 这不一大早就送走了吗 真的没干点别的事情吗 李雪梅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宋小宝知道这女人只是在玩心计 来炸自己 毕竟昨天晚上 自己也真的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除了按摩以外 天地良心 我宋小宝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而且你也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万一传到别人耳朵里面 让镇长给知道了 带坏了人家的名声 咱们村子扶贫的事情 可就要泡汤了 宋小宝上纲上线地 把李雪梅给训了一顿 女人不再说话 连声催促宋小宝快一点 咱们以后可不能继续在这里见面了 这里太危险了 你昨天刚走 那帮家伙们就从山路上赶了过来 以后如果咱们在这里按摩 被别人给发现了 可就说不清楚了 我倒没什么 你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呢 以后咋嫁人呢 宋小宝一边调侃着 一边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我可不管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李雪梅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着 宋小宝一脸的坏笑 然后就把脸凑了过去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如你先给我点甜头 李雪梅立刻娇称地 伸手在宋小宝的身上拍打了一下 怒斥道 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占便宜没够 还想让我咋给你甜头 李雪梅其实心里头还是有些期待的 如果眼前的这个男人 现在就把自己推倒在这块大石头上的话 自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反抗 而且只要办成了这件事情 自己也就算得上是宋小宝的女人了 以后也就不怕这个家伙 朝三暮四去勾搭别的女人 宋小宝不知道 李雪梅的心里头 就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想了这么多的东西 继续向前凑着自己的鼻子 几乎都要碰到了李雪梅的脸上 讨厌 李雪梅半推半就的 就要往后面倒 以为今天这事就能成了 却没有想到宋小宝居然是浅尝辙止 只是在自己的鼻梁上轻轻地刮了一下 然后就笑嘻嘻地又缩了回去 李雪梅觉得有些失望 不过同时也被宋小宝撩拨得有些气血浮躁 那以后不如去咱们村子南边的空地 那地方已经荒了 平常的时候没人去 听到这里 宋小宝也觉得那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那片地方自己也经常去 知道那里原本是堆放草舵的地方 只不过后来时间长了 就没有人愿意到那地方去了 基本上都已经荒芜了 那行 明天咱们就在那里碰面好了 两个人聊了会儿天 李雪梅独自一个人先往回走 而这个时候 宋小宝有些百无聊赖地躺倒在了大石板上 静静地想着心事 等到宋小宝采了一些炼制药膏所需要的药材 回到家里的时候 发现父母已经回来了 你这小子不在家里好好待着 跑出去干什么呢 小宝的爹笑盈盈地问着 好像是遇到什么喜事一般 自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之后 父母两个人的脸上 总算是能够经常地见到笑容 这也是让宋小宝非常的欣慰 我出去采一点药 你们这一次砸住了这么多天 宋小宝刚坐下来 父母就立刻凑到了小宝的身边 坐下 就好像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一般 然而宋小宝却本能地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 小宝妈脸上的笑意变得更浓了 说吧 宋小宝有些惊疑不定 本能地觉得好像是要或是临头 还记得前一段时间跟你说的那门亲是吗 现在人家姑娘已经同意见面了 不过要在镇子上先见一面 如果你们两个人觉得有演员的话 然后再去见双方的父母 这件事情就能够定下来了 一听到这里 宋小宝一个头两个大 赶快摆手 我现在正研究着制造药膏呢 没时间去香什么亲啊 之所以宋小宝这么抗拒 自然是因为自己喜欢上了春花姐 觉得自己和春花姐之间应该能够有结果 傻孩子 据说这女孩子长得还不错 不过好像是有点小瑕疵 当然 这并不影响整体 而且女孩子家里说了 不图咱们的彩礼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小宝妈苦口婆心地说着 眉眼之间都是带着淡淡的笑意 不过宋小宝却敏锐地感觉到 事情没有说得那么好 什么叫有点小瑕疵 该不会是一个丑八怪吧 宋小宝知道自己的爹妈 因为自己家里的情况并不怎么好 虽然刚刚还清了债务 但却也并没有存款 所以说不定会降低对自己的择偶标准 所谓的有点小瑕疵 这种说法范围可大了 有可能往小了说 只是脸上长了一颗雾子 往大了说 那就是满脸的雾子 所以宋小宝坚决反对 不行 这件事情我都答应了 你姑妈的这件事情 可是你姑妈亲自签线的 如果你不愿意 至少也到镇子上去 见一见人家姑娘 省得人家说咱们不懂礼数 我也知道你心里头怎么想的 但是咱家里也就这个条件 如果你要觉得好 这门亲事就结下来 皆大欢喜 如果觉得不好的话 好歹也得陪人家姑娘吃顿饭 咱家小子长得这么帅气 而且有文化 女孩子肯定会喜欢的 夫妻两个一唱一和 几乎都快要把这门亲事给定了下来 宋小宝在旁边苦着个脸 却也不敢继续辩驳 一直以来 宋小宝都是一个孝顺的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不敢太过于违抗父母的意愿 而且自己的父母也都说过了 实在觉得不合适的话 大不了半路赶回来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去看一眼 但是我可不保证一定能成 没准人家看不上我 说到这里 宋小宝的父母两个人 都是没开眼笑 随后就张罗着给宋小宝 要做点好吃的 然后让宋小宝明天一大早 就去镇子上和那女孩子见面 宋小宝心中郁闷至极 不过却也有些期待 说不定自己这一次去见的 真的是一个大美女 不过宋小宝觉得 这种几率并不大 以自己现在这样的条件 如果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人家绝对不可能同意的 而且人家说了不要彩礼 这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毕竟在农村的地方嫁的女儿 几乎是把女儿给卖了 差不多 少说也得一个十几万的彩礼 而且有的人家还要求在镇子上买房子 这对于宋小宝来说 根本就是难以企及的事情 虽然宋小宝觉得自己以后 肯定会彻底地改变这种困苦的生活 但至少现在家里头还是一贫如洗的 早知道当初跟那女人多要点钱就好了 宋小宝突然之间想起了孙小红 整个一下午 宋小宝都在忐忑不安当中度过 一直都在猜测着和自己即将见面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到了天擦黑的时候 宋小宝悄悄地溜出了门 原本是打算去春花家 却不料刚刚出门就碰上李雪梅 你这么晚干什么去呀 李雪梅的眼神当中带着一股醋意 宋小宝解释 自己要到河边去散散心 该不会是去寡妇家吧你这个家伙 最近一段时间真是够能折腾的 李雪梅直接就戳到了宋小宝的要害 宋小宝一阵窘迫赶快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和春花解释两情相悦 真心相爱的 并不像是你想象当中的那样 我不是已经答应过你了 要给你治那方面的病吗 咱们之间的约定你可不能反悔的 李雪梅听到这里 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暗淡下来 如今今儿听到宋小宝说 两个人之间居然是什么真心相爱的 这让李雪梅根本就接受不了 想不到你宋小宝这么有志气 会看上那样的一个女人 我答应过你 当然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不过我要奉劝你一句 好自为之 为了自己以后的将来 也为了你的父母考虑 李雪梅说出这话 宋小宝立刻就有些不太高兴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有选择自己喜欢人的权利 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春花节比村子里面任何的一个女人差 我就是喜欢她 如果你看不过眼的话 就到处去说好了 我不怕 宋小宝说的是气话 只不过是给自己撞撞板子而已 却不料李雪梅立刻与其有所缓和 好了好了 你自己的事情我不想去管 记得明天去给我按摩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